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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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喜爺 興仁 宋摩摩已經帶來了 大總管出了公辦事 要不需要等他回宮回來? 不必, 是你爺爺交代做的事 你們倆給我帶他出來, 然後退下 是, 喜爺 你抓我來幹甚麼? 我是來救你出苦海 東太后能夠苟然殘存 是因為服用了福壽高 皇宮這麼絕鴉片 你不怕人頭落地嗎? 大量服用福壽高 會令人性情大變, 疑神疑跪 即使是最親的人 一樣會狠下毒手 而且一次比一次狠 本來的東太后已經夠狠毒 如今更加沒人性 你別說了, 我不聽了 奴才不貴奴才 如果東太后尚有一絲七人 就不會連自己親手養大的懈耳 都加害 我不聽了… 我不聽了 東太后就快歸世了 他死了, 你就一無所有 不過, 紫禁城 亦不會再有你的容身之所 如今你只有兩條路逛 一是死在牢房 一是幫我辦一件事 完成之後 我會讓你全身而退 不是, 你家鄉還有親人, 是嗎 原來如此 如雙慶 如今 盧羽二 收藏了什麼, 因什麼事這麼慌張 沒有, 這本是雙起不錄的病案底補 裡面有皇上的墨案和用藥處方 我拿來過目一下 參嘗一下皇上患的是什麼病 皇上患的不是天花嗎 皇上患的並不是天花 皇上患的是什麼病症 你不告訴我, 自己看 皇上患的是花症病 你說謊 皇上萬禁之驅 怎麼會患上這種傷風敗得之症 皇上患的是天花 皇上身上長出的斑診 和天花初期的病症很相似 不過天花的斑診中間凹陷成瓷刑 周圍亦有雄雲 而皇上身上長出的斑診 有如蠶斗般大小, 呈圓形 這種病症就是花痂的病症 雙起在上面亦記錄得清清楚楚 皇上患有花痂病 盧羽二, 皇上的病, 無需來勞心 你回去 是 丫雙起, 是不是你毒死我舅舅 是, 他是死有餘故的 我答應過公主, 害過他的人 一定不得不死 名人不做這件事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為什麼? 你不肯住手 為什麼你不肯收手? 丫雙起 大臣未報, 你叫我怎麼放手? 你們可以, 但是我做不到 殺了陳鳳, 接著就輪到東太后 你憑什麼對付東太后? 就憑皇上的性命 蘇摩摩以我吩咐 我拿著一碗有毒的宴菜給皇上吃 之後他就會去交禍給東太后 那皇上會怎麼樣? 皇上就會一鳴梵梵天 毒殺皇上, 東太后必定性命不報 你簡直失三封 你怎麼會謀害皇上? 花落是不知之情, 皇上必死無疑 我這樣做, 東太后服辱 皇上也無需要繼續守回劉志福 你… 不要為我大臣 放手 某個毒貴徒的招惹我這麼多人 放手 姨姨, 去救皇上 我再撫抑一致 放手 你死了, 請死 放手 皇上慢伏… 皇上慢伏 皇上 老陰 皇上 老陰 皇上,你再多睡一會兒吧 朕睡得腰酸悲痛,不想再睡 怎麼會這樣? 父親照的…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朕覺得又癢又痛 我可能是豆粒結晶,所以令患住恆養 我去拿些藥粉給你封面 皇上放心,雙氣說過你會痊癒 你可怕…可怕會沒面麻子? 不要緊,一點點的麻子 就像天上的星星,多有鮮儀 不要緊 以後皇后想看星星 就可以看著朕臉 蘇摩摩求見 皇上吉祥,皇后吉祥 是東太后,叫你來的 太后擔心皇上籠體為禍 所以突然明 奴被宋上宴菜祖給皇上保身 望皇上早知物藥 我以為東太后對皇上只有仇恨之心 雖然皇上不是東太后所出 但畢竟是太后面乾碎湿 將皇上帶大 如今太后竟已後悔目及 這一跌心意,求皇上你收了他 太后總算迷途知返 人誰無歌呢? 蘇摩摩,你就替朕搭謝 東太后一番心意 是,那奴被服輸皇上吃煙菜粥呢 奴才歸死… 浪費了東太后一番心意 皇上,奴才在御花園見到鐵樹開花 此乃是大喜之將 所以急不及待,趕來稟報皇上 那又何須大驚小怪呢? 鐵樹開花是十年難得一如的 算了,反正朕都沒有胃口 東太后的心意,朕就心靈了 臉姨,臉姨,皇上無恙嗎? 總算洪伏齊天,大捕難我 皇上是真奴天子,厲害過火鳳王 臉姨,為何要阻礙我幫手? 要皇上有什麼閃失,你是豬狗族 只要幫到公主,一切我也在所不計 你為了報仇就不擇手段 如果我阻礙你報仇,你是不是連我也殺了? 皇上,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是你,不要逼我們 你又何必跟東太后玉石俱焚? 皇上跟你毫無恩怨 我只不過送他一程 皇上已經無藥可救 他不出十四就要奔天 辭死早死有什麼關係? 姚雙喜,你說什麼?什麼奔天? 回皇后,沒有,我們只有一點掙扎 大膽,你們想蒙騙本宮到什麼時候? 我聽得清清楚楚,也看得清清楚楚 皇上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你們老老實實回答我 究竟皇上是什麼病? 為什麼十四天就會奔天? 說吧,說吧 奴才該死,在牢上護主不力 以致龍體受損 奴才該死… 皇上還的並不是天花 皇上還的是花樓 皇上還給我回宮 皇上還給我回宮 皇上… 皇上還給我回宮 皇上 太后,你保重了 他傷起的病案不錄 皇上還的是腎虛陰虧 毒性棄制之鬥靜 此乃天花無異 奴才知道傷起所開的藥荒 用的都是當歸、沙心、元心 等等異性滋補藥物 通通都是對天花症下的藥 只不過… 只不過天花花柳,兩者病發初期 身上面上皆會長出斑診 只是形狀不同 初期兩者混淆實在不足為奇 奴才該死 奴才不要好好看管皇上 本宮明白的 必然是皇上 他微服惹游之時,感染此症 這兩種病易於混淆 本宮也不會怪傷起 蓮英,你命傷起 依時診治皇上,刻不容緩 三辰,你就替本宮好好看守皇上 若然事情有變 立刻馬上通知本宮 奴才遵命,奴才遵命 本宮還有很多奏捷要批餘 你們歸安 太后還有什麼吩咐奴才? 奴才必定辦妥 本宮自有主張,你無需揮心 老奴才公退 老奴才公退 藥很苦,實在難以入口 苦口良藥,皇上 為免額娘擔憂 皇兒,你就吃一點苦吧 額娘親自餵藥 就算藥再苦,兒臣也喝 臣兒乖 阿朗,兒臣病情未見氣息 臉上豆子並未退去 恐嚇兒臣的天花之靜 就連傷氣也足受無差 阿朗,兒臣既要押忍 擔心,有妖皇后一爺 義不解大照顧走 寶欣一點也不辛苦 你還說不辛苦 阿朗,真見到你,真誠難安 天花之靜並非無藥可久 你不信額娘,你也信傷喜的醫術 醫術很想全照搖傷喜 阿朗,你…問過給我 可…你也累了,你先休息一下 讓額娘全照相起 借額 嗯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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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萬不能在皇兒面前下輪 以免是有所差而知道嗎? 保陰知道 太后 稟太后,公真王和一眾臣子 仍然在外面 不是叫你敷衍他們嗎? 我… 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肯走 總是要見皇上一面 太后,仰心殿上不可一日無君 皇上一日不想潮,已經惹起群臣而惑 宮裡已經有人雪長道短 要想想辦法了 皇兒,皇兒這個病不能張揚 那怎麼辦? 你們在這裡事後皇上 讓本宮出去打發他們吧 皇上龍體抱養多人 希望今天可以見到皇上一面 一切都等太后出來,再再作決定吧 參與聖母皇太后 平身 謝太后 太后 皇上,臣等想知道皇上龍體是否安康 皇上並無大礙,你們無須擔憂 臣等想探望皇上一睹龍顏 臣等知道近日就接職押 若然皇上未能批閱 臣等亦希望能夠親自面聖請示 不必,一切就將請旨就由本宮訓譽 你們在這裡結集聖河體統嗎? 皇上,皇上的鬥鎮經已消除 你們亦無須擔憂 你們不要再在這裡騷擾皇上 憂養生息了 既然如此,臣等就謹遵義子 散散老奴 散老奴 六爺,你還有話要跟本宮說嗎? 臣認為皇上的病情 並非如太后所言這麼簡單 臣所言對脈 太后,到此時時刻 你亦無須再隱瞞 太后一再阻礙神等的皇上 本宮沒有事情隱瞞 皇上的病情毀莫如心 大臣已經開始胡亂猜測 甚至流言四起,揮揮揚揚 他們表面是忠心护主 其實各懷鬼胎 每個人都想一窺皇上的病情 好讓自己及早籌謀對策 太后一再阻礙神等的皇上 恐怕皇上所患的絕非是天花 而是其他不可告人之情 對嗎? 六爺,你的話可圈可點 請太后開誓報功 否則則則難以令文武百官安心 到時彈立太后的咒字就分至答來 太后亦無尊頑如地 六爺 六爺,你不要絕絕逼人 神必無二致,此心可超人緣 他又言由未盡 除非是玉蓋離張,另有所逃 本宮想逃什麼? 難道你還認為我會危害大青江山? 以為我軟禁王義 是好等自己再到瑞臉 六爺,你都身為仁婦 為仁婦母者最痛的,你我也試過 我只想王義好好守住大青江山 鄧如宮一切都成為無幻報應 六爺,本宮都寧願黃耳,可以新染的是天花 總好,總好過他患了喪德敗族之職 太后,莫非…莫非皇上 你叫本宮怎麼跟群臣,怎麼跟普天下的禮物百姓說 皇上因為…因為重情盛盛 你時候幫許祭之職屬於家小我… 你家庭,船長,陳時要奉草 奴婢之罪,請太后息我 索芒芒,索芒芒… 究竟我去哪裡了? 奴婢不清楚 林天壽,家媚兒徒 索芒芒也不知所聚 你們是他們的閣望 別以為權負典公的福壽公 典公會死 快去索芒芒,反正就抓你去,去找 求太后,求太后饒命… 太后,不得了,索芒芒… 索芒芒她原諒自盡 快全如醫,準備官櫃堂 奴婢知道 奴婢鬼,太后,唯有…一死之罪 不關你事的,是姚芒去害你 本公不會放過他 本公無心傷你 當時真假難變,如夢此外 太后,夫婦哥,誰可以震盪 太后,夫婦哥,你千萬不要再放過我 不要讓他們… 是有的可惜 太后,太后,你又幫我了 太后 好, 本官就答應你 就是依靠福壽告 被他痛了算了 本官要他不痛就不痛 要做的事未做完 我要清清神神的撐下去 死得不痛苦, 你就先行一步吧 三相 算如意, 朕的病為何未見起色 皇上, 以慈天花不能草枝過急 必須循序漸進 三相, 雙喜在哪裡? 雙喜… 雙喜為皇上研製藥粉? 是呀, 皇上, 你不用擔心 你洪福齊天, 必定匹極太久 早知道什麼樣 全部都陷糊其次 不盡不殺 福皇上… 天天都說洪福齊天 匹極太久 是呀, 朕已經多日未離宮 酒夜難分 皇朕開場 皇上, 萬萬不留 皇上龍體不適 洪財恐怕日高 會切到皇上雙目 放肆 公然違抗朕的旨意 皇上… 皇上, 龍體為重 龍體為重 皇上… 你們那個… 毀莫如心 到底有什麼隱瞞針? 說 寶寶 寶欣,求你告訴朕到底發生什麼事 天花不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求你告訴朕不要隱瞞朕,求你 皇上,我…不要 事到如今,我們已經無法欺騙皇上 再這樣下去,只會令皇上更加痛苦 你們不說,就由本宮去說 皇上,你會害怕 皇上,是花魯正 皇上… 退下…皇上… 退下,請求你退下… 皇上… 皇上… 本來繁花似錦如今形同死成 皇后何解查封八大胡同 皇帝來野猶 皇后生氣起來就下意子查封 是嗎 神令在相 如果皇上一病不起 保陰就會遁失醫磅 求上昌見年 保佑皇上匹籍太久 早日脫離苦海 孫女怨自受十年 太后吉祥 保陰向太后請安 免禮, 你們退下 走 你不是私下意子查封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寄院為患 他們令皇上感染不自惡疾 為免他們再為禍人間 本宮要將他們連根拔起, 片甲不留 本宮千方百計要將皇上的病情隱瞞 你偏偏就此地無民 如今宮女宮外, 流言四起 你要皇上的面子放在哪裡 你還顧不顧我們大清的體面 臣妾只不過是為皇上出口污氣 罪魁禍首, 並不是八大胡同 難道是保陰嗎 是你扶持皇上不力, 難刺其咎 保陰問心無愧 反而太后身為人無, 未盡額量本分 你早已視皇上願無恨 陰入皇上自暴自棄 最後微服夜游 穿梭八大胡同尋花雲流 是太后逼皇上走上絕路 大膽 當初本宮反對皇上納你為侯 是明智之舉 可惜皇上一意孤行 如今仲下禍根, 任你胡作妄為 我沒有胡作妄為 本宮好歹, 也是經大清門抬入宮 保陰是名正言順的大清皇后 我要八大胡同而為平地 也是合情合理 皇上已經兩天沒醒過 你中用皇上惹入 如今皇上不似人君 這些是不是你要的結果? 皇上穿梭八大胡同 皇上是多麼寬儒 他每晚溫香軟育是多麼興奮 本宮並沒有逼他 如今你進退圍谷, 四面楚歌 你是大清門抬入你的皇后 你封住八大胡同 自以妄為, 潛月慈禧 結傲不順, 自命清高 你不甘心被慈禧擺捕 但你無權無勢 注定餘生老死公中 一切都是比這個昏君所賜 你自知命不久矮, 但你亦不想西太后好過 難得我敢背憶他 你正好來加一把火 好等我來對付他 是不是?東太后 果然冰雪聰明 眼前有幾條路, 本宮只得一清二楚 你到底有什麼可以幫到本宮? 你要盡快籌謀立署, 扶植心腹皇帝 他日你就可以跟西太后抗衡 皇上阿病災禍, 保陰細孤凌藥 六爺手握咸豐帝遺詔 假如西太后危害大清 六爺就可以將他處死 只要你靠隆六爺 那份遺詔就會變成你的護身符 你別怪我們, 送你出宮是為你好 過去的事別再想了 出去之後好好正思幾個 為了報仇, 連皇上你也加害 你真是傻的 我既幫皇上解脫 又可以令東太后方法一誓自廉 你們應該感激我 你殺了舅父, 我也可以放下仇怨 為何你不肯? 無須多說, 我不會就此罷友 相喜, 你本性是善良的 你只不過一時被仇恨蒙蔽了你的心 我真是想的, 我舅父也懂迷途知返 別再跟我說道理 姚雙喜 三峻, 無謂白費心思 他火氣上腦, 弄得眼不明, 耳不清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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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拜扶你, 救命, 救命 雙喜, 公女暈倒了, 幫忙救人 眼不明, 耳不清 我見不到, 聽不到 醫者父母心, 你爹怎麼教你? 你不救他, 他會死的 生死有無, 每天都有這麼多人死 我覺得幾個 驅死不救, 你還好人性? 他是忠帥公, 麻煩你請御醫 相喜, 救人如救火 公女是無辜的 你不是想像公主一樣失救而死嗎? 讓開… 讓開 是御醫 相喜, 他怎麼樣? 人中越大陰陽驚喜的交會點 我幫他調節驚喜疏通氣血 李英可以匯陽救疫 但他依然毫無反應 我要馬上送他回御醫院房 再詳細診治 不過你一定要叫我走 事分門急輕重 對了…不走了… 救人要緊, 是不是?蓮英 是啊, 先救人吧 馬上抬他回去, 來 問武漢腹痛和發冷 一定是很嚴重 相喜才會請兩位過來 有些人再說 走開 快點, 我走過去 來, 用步驗避, 千萬別碰人 情況不免, 我怕會不診 你們幫我再診報 雙眼, 你認為他是患了什麼命? 他默沉未洗, 胃冷面白 四肢缺冷, 下理清谷 我懷疑他是染了傷痕症 沒錯, 是傷痕 傷痕… 傷痕很容易引開, 會死人的 傷痕的話, 一顆糞便也會死一村人 這個宮女來自中水宮 病座可以由糞便井水泉開來 如果不及時阻止 病座可能會傳遍紫磅成會的角落 到時一傳十, 十傳百 恐怕細難收拾 我要馬上預備藥財 雙眼極之可怕 即使一個噴嚏都會感應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客廈應該封閉中水宮 以免其他人出入 然後再在宮內四周刷滿石灰 盜出病重 再賦爾麻黃湯給宮內的人飲用 以防感染 豈不是小路斯洞中 蓮英, 人命關天 人命當然要緊 但是這樣做, 讓內目虎通報 行了…此事由我擔戒 那就事不宜遲了 禦藥房有沒有足夠的石灰? 有 有, 我們立刻準備 師父, 大事不表 什麼事? 皇上和西太后炒章起來 皇后請到賢青宮 是呀, 好地地不行 又吵什麼? 蓮英, 你來了就好了 皇后, 太后和皇上 為什麼會炒章起來? 皇上立下遺照 怎麼太后一看就拔賢大露 將遺照撕毀? 立遺照全帝毀 關乎大清江山社跡 天下萬民福治 皇上怎麼可以私下倉處決定? 顏下 皇上, 兒臣自私大喊不予 太后吉祥, 皇上吉祥 太后, 遺照之事可以慢慢重場計議 兒臣胎日奔天, 按理應該… 應該在普治貝中選出繼位之人 而普倫是杜光爺的長子長孫 可倫是否德行有虧, 可有才幹? 兒臣自有分索, 並非魯莽行事 只怕有人必有用心, 疏擺皇兒行事 此人是六爺, 是東太后, 還是皇后? 是, 是保陰出的主意 皇后為皇上分憂, 是出於一片苦心 普倫知則平庸, 無德無能 今天皇后扶植普倫繼承大統 太日去登基之後 就變成傀女皇帝, 對你為命是從 到時候你就可以呼風喚雨 把持朝政, 是不是? 傳為普倫, 乃政大統, 並無私心 而皇上亦沒有異議 此事天地可鑑 莫後並無私心, 額良此文不解 傳為之事, 你就交由額良籌謀吧 太后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保陰, 你這樣做, 衣欲何為? 太后阻攏皇上立為照 無非擔心, 普倫繼位 你就帶權旁落 找你還口口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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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太后貪戀權威, 這些宮女宮外 無人不知 你一直都當皇上是傀儡 連立為照也要你守肯 你有沒有替皇上在眼內? 皇上, 遺照雖然被撕毀 但你可以立即照文武報官前來 多免再立為照, 以免有人從中作梗 保陰, 你膽大包天 皇上, 我只是據你力爭 沒錯… 皇上保重龍體 皇醫, 快傳御醫 阿渣 皇醫… 皇醫 幸好經御醫診治皇上暫無大礙 皇后空無成苦, 並不是對太后心存不敬 皇醫, 山中有殖樹, 世上無殖人 今天的保陰, 深謀遠慮 皇醫, 再不是當年混金撲玉的保陰小主 離害關頭, 人就會自保 逆地而處, 本公亦會禁助 奈何本公絕不能孤色養鑑 皇醫, 太后打算如何對待皇后 今天皇后, 加上一個東太后 他們憑悲為奸 本公就腹背受敵 皇醫, 必要時, 這個阿佬特保陰 留不得 聖越聖 雲轉萬年多不走勤 殘越快越勢去 若日快要來得 痴襯脈但並未算之差 寧願怨人等 能愛未能共存 尋思晚飯可笑 連年缺口永未及傳遠 冷靜近那一刻 無法依靜觀春 未結束, 也沒辦法開始